我们的一位种植库给我发信息说 他种的西瓜 有的西瓜 苗已经生慢 生的这么长了 但是60%到70%的苗 现在还没有生慢 然后叶片发黄 发皱 不长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实际上这种原因很简单 不用考虑 直接就是根系问题 根系呢 没有从这个玉米盘 那个苗桃里面伸展出来 有的是鸡扁伸展出来以后呢 然后量也很小 并且呢 可能这个根结 开始发黄 有的可能是新根 新渣子根 也全部变黄 这种原因造成的 今天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早春种植这个瓜类 包括番茄 切过来作物 就很容易因为低温造成的一个根系 生长出现问题 从而带来了我们这个作物 不长这种情况 实际上最简单的方法 最省钱的方法 就是采用生根剂 促进这个作物啊 抓紧时间 快速的去生这个新根 但是我们在选择生根剂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了啊 如果你选择不当的情况下 不单说你费了钱 不出力 关键的是你耽误了这个季节 首先呢 这个中植户呢 它是一个领主商啊 让它一亩地用一大桶的这个氨基酸肥料去充施 氨基酸对根系具有增状的作用 不具有强制快速生根的作用 这是我们中生物一定要被别不要被忽悠了啊 第二个呢 好比再用一些腐质酸类的啊 这些东西啊都是具有强壮根系的作用啊 不具有生根的作用 另外好比说海藻素啊 矿原黄虎三甲呀 啊这些作用呢 它具有生根作用 但是呢 它的生根速度是特别慢的 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那么像这种档物至极 就要是采用快速生根的 快速生根的几个产品 大家可以记住啊 一个是云朵鱼酸 磁霉素 云苔素啊 这样副别的就是一个庇护的那个配方 啊然后进行灌根 这个生根速度是特别快的 一般两三天新根都出来了 啊另外一种呢 就是云朵顶酸和那个耐义酸复配的啊 一个生根剂 就是园林这一块经常啊 那个移栽树木的时候用的一个生根剂 或者是千叉的时候用的一个生根剂配方 啊这个配方呢 啊进行灌根 同样生根速度是非常快的 所以对于我们中证户来说啊 啊在作物出现问题情况下 啊一定要判断 你的目的是干啥的 然后呢再去选择适合的产品 不能说多花钱呢 一看氨基酸肥料 我这一亩地一百块钱 花这么多钱应该没问题吧 实际上像那种啊 一亩地十块钱全部搞定了 还用花那么多钱吗 我这一亩地一百块钱也要帮你 我这一亩地一百块钱也要帮你